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是老互助 于1845年5月17日成立 在1999年决议从互助会形式改成上市公司 原来的互助会 保单持有人即是互助会成员 分享互助会的分红 改成上市公司 英文叫做Demutualization 他要给互助会成员股票 那时每个互助会成员拿到200股 若是有分红保单的 拿到更多的股票 有320万互助会会员拿到免费的股票 成为原始股东 1999年7月13日上市 股价为11.25 为百万人创造了财富 很多人在上市后就把股票卖了 拿钱 也有很多人一直持有 到如今 每年有股利分红 股票加股利 使得一开始的两千多块 累积至今成了一万六千元 如果你在1999年以前有AllMutual的保单 恭喜你 你是AllMutual的股东 你在过去AllMutual曾通知你所获得的免费股票 若你要查询你所有的股票 鼓励分红 或想要卖出股票 根据AllMutual的官方网站 你要联络JSC投资人服务如下 若你在1999年以前有SALAM受险公司的保单 那么你有SALAM公司给你的免费股票 它1998年上市时股价为6元 现在股价已经到了62元 若你要查询你所有的股票 股利分红 或想要卖出股票 根据其官网 你要联系Computership 若你有任何问题 请在下方留言 Uncle Kevin 会回答你哦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请给我按赞 并分享 下期见 拜拜